身穿紅衣 背綠色背包男子 拿手機錄影搜證 因為選手批握國國旗進場 雙方在比賽會場爆發衝突 事發在加拿大 臺灣消防員參加二零二三世界警銷運動會 帶國旗進場興奮揮舞 卻被對方制止動手攻擊 當事人不是別國選手 居然是我國警政署代表隊官員 桃園市警銷表示他們自費沒請公駕 代表臺灣消防出賽 比極限消防員水袋車柔術等項目 批國旗進場跟各國選手交流 卻被警政署官員近距離拍打國旗 要求不得揮舞 網友批評警政署好大官威 打自己人第一名 擺明就是自降國格 這回國際賽場飄著青天白日滿地紅 卻被自己人打壓應發爭議 華視新聞梁洪志陸雨昕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